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11月30号星期一 欢迎收看今天中午的节目 今天上午我们看到 券商板块是以一个跳空高开的方式 直接强势向上 半天的成长量也是出现同步放大 并且今天上午以有色金属板块为主的周期股 以及大金融板块还有科技股 这三部分是出现同步活跃 这对于大盘后面的发展来看 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 而且在资金方面 今天上午资金也有开始出现 同步向科技股流入的迹象 我们看到今天上午 北向资金是净流入82.8亿 其中深股通的净流入金额 还小幅超过了护股通的净流入金额 所以蓝筹股加科技股的同步活跃 基本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 就是今年最后一波行情 基本上应该是出现了 只要明后两天券商板块成价量 不出现快速萎缩的话 那么这个判断就可以成立 目前操作上我们还是建议 以周期股加超跌反弹类科技股的组合搭配 那么这是今天中午的节目 详细情况我们晚上再来聊一下 谢谢